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遭诽谤污蔑,赵丽颖目告00后女大学生胜诉,判决书公开双方击变细节 女星赵丽颖的事业蒸蒸日上,目前带播剧有好几部,最近的路透照中也蛮可谓是 近日里,赵丽颖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传来,那就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胜诉 不是赵丽颖首次怒告网络键盘,但是这个案件非常有 从这个案件有意义,从可见某2000年出生,是一位21岁的女生 判决书显示,年仅21岁的被告刘某在网络平台上肆无忌惮地发布多个污蔑 诋毁艺人赵丽颖的微博,其中不乏耸人听闻的 由此该人被赵丽颖依怒告上法庭,主张的赔偿金额总共是25万元 而刘某在法庭辩论中称,自己是在校大学生,出于无聊发布涉案威 不存在主观恶意,并且刘某展示数据想要以此自己所发布微博动态 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在校生,偿还能力有限,对于赵丽颖方的赔偿数额认为过高 对此,赵丽颖方在法庭辩论中反驳趁,刘某的行为已经涉嫌 构成对赵丽颖名誉的严重侵犯,使了严重的精神困扰与对方精神 虽然双方辩论内容比较激烈,但是刘某的抗辩并没有被法庭所,法庭权日志在校大学生的刘某 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行为已已构成对赵丽颖的名誉权 最终法庭依审判决刘某向赵丽颖公开道歉,并且赔偿赵丽颖经济1万元,精神损害5000元 此外案件受理费由刘某1000元,由此刘某对其不当言行锁,锁是16000元 当前,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无聊的年轻人,以为掌握了键盘就能够肆无忌惮辱明星 艺人的清白以为明星,艺人们,压根就,压根言伦,觉得自己影响力小 所以对其网络言行所造成的后果根本毫无顾忌 但网络不是法外之的,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艺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不少艺人胜诉案件足以对很多在网络上说话不负责任的年轻人造成警示 在本案中被告不过法庭是在校大学生而网开一面 尽管某多次在抗辩中强调自己的在校生身份 但这不是免死金牌,其早已年过18岁,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而对于赵丽颖来说,从一多年早已见惯了风风雨雨 如果不是因为对方的言辞实在太过恶毒,相信赵丽颖也不会一人 此前,赵丽颖也告过过,相信赵丽颖也不会一怒告人 此前,赵丽颖也告过一名网友,在得知对方家庭经济困难之后主动还免除了对方的经济赔偿 因此,对于赵丽颖这样的艺人来说,告人不是目的 键盘侠们才是出发实在过于层出不穷 希望这个案件能让某些键盘侠们悬崖勒马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